未来机器人是人类的敌人还是亲密伙伴 看现场嘉宾在这场关于机器人的终极猜想中 谁能锁定胜局 敬请收看机器人总动员亲密伙伴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走进科学为您准备的机器人总动员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 我们将会带领您看到啊 其实机器人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好多年了 可能我们自己啊并没有注意到 小琪老师你觉得我这么说对吗 完全是正确的 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东西都已经非常非常智能 都可以称作是机器人 比如说像上次举过例子 像手机 它已经是陪伴你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 那现在有一些人已经开上了智能汽车 然后这个方向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快 小琪是我们请到的嘉宾 也是我们整个这个系列的嘉宾之一 小琪呢有一个专业的职务叫做未来事务管理局局长 听起来很酷很炫啊 但是我们现场有一个人 一个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叫王小磊 他就认为啊 机器人与人类这么共同相处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嗯 但如果是如果是像机器猫那样 那我举双手欢迎他 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题目是什么 记者发现了一家机器人麻辣香锅餐厅 这里面的机器人究竟是怎么给顾客服务的 他要亲自一探究竟 这是我们的猜餐厅 您是机器人吗 我不是 我不是 我看也不是 那叫什么机器人餐厅 那我看不见呢 我这到处都是人啊 你这边点了菜的话 他稍等一下就过来了 我点完菜以后才能看机器人是吗 对 菜的话就是机器人收的嘛 没办法那我先点一个菜试试呗 要看见机器人必须先要点菜才可以 既然都已经来了 那就点一个菜吧 记者左顾右盼 这餐厅里除了一些机器人装饰和门口的机器人模型 没发现给顾客服务的机器人呀 等会儿这机器人出现了 我得好好看看什么样 原来这机器人都在传菜的地点排队等候送餐呢 看 他端着做好的麻辣香锅出发了 看看我们的记者是什么反应 这是给我的吗 不是给我的 这也不是 这要撞着人怎么办 我们的记者要试一试 这送餐机器人聪明不聪明 还真是长了眼睛的哈 有人站在前面能停住 终于记者点的麻辣香锅做好了 机器人 机器人你好玩 机器人马上就会送到记者的桌上 15号桌的菜到了 请您帮我蹲上桌 还在 再摸摸我手边上的按钮 摸一 要去工作了 这个是我的哈 这我得自己端下来了 看来 您好 再摸摸我手边上的按钮 他让我摸他 我要去工作了 坐在这里 好 很高兴 您帮我 好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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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完了 我尝尝这个机器人做的 到底跟人做的有什么不一样 我这个是工作 不是我爱吃 味道还不错 好奇心很强的记者在美餐之后还不忘去餐厅的后厨参观一番 结果他惊讶的发现这家机器人餐厅竟然连大厨都有机器人代劳了 看来这机器人餐厅还真不是吹牛的 这个餐厅有两个大厨机器人 对 然后有三个送餐机器人 对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 我是想看一下 就是咱们整个这个餐厅一晚上 就机器人到底能够接待多少客人 对 问题出来了 这家面积200平米 有30张餐桌的机器人麻辣香锅餐厅 是否会因为雇佣机器人服务员降低了运营成本呢 现在呢题目已经出来了 这家餐厅是否会因为雇佣机器人服务员降低了运营成本 老板脱着了 比老板很郁闷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您也可以拿起自己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积极地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里面来 你觉得有可能吗 这道题 当然一定是老板偷着乐了 如果老板很郁闷 这餐厅都开不下去了 我跟你讲老板一定很郁闷 为什么 因为他不光是不能少用人 他还得养那个伺候机器人的人 那倒不一定 还好对 擦干净了吧 他 他得洗干净啊 是 你觉得每一个客人都像你那么讨厌吗 拿菜头哗把菜头 反正我跟你说老板一定很郁闷 他一定是个噱头 然后我觉得这个餐厅可能很多时候 我只是觉得他这种餐厅的机器人 他其实是降低了大家对机器人的想象 去一次会觉得很新鲜 以后可能就未必会觉得有意思 但是总体来说我不知道 我觉得可能会郁闷 好吧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 接着往下看 记者了解到 这家餐厅采用机器人后 员工由原来的24名减少为20名 减少了两名大厨和两名传菜员 每个月的运营成本 在人工费这项减少了10% 看来这回老板要在家里偷着乐了 我跟你算哈 你比如说像这个类型的餐厅 大厨大概一个月是一万五千块钱左右 两个传菜员按目前来看 大概是两千到三千之间 三千以上了 现在就三千算吧 你看再干哪 两万块钱 两万块钱10% 就一个月少了两千块钱 做了这么个噱头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没问题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这个噱头 能让你的经营能够翻倍 能够来多人 这事就 假如说我觉得如果像我们的小玲 或者像他们 天天去 就他只要在门口夸夸一表演 对啊 你就去着呢 他们几个上来 给你弹段曲子 给你跳个小苹果 然后他在陪你聊聊天 你再问他 小玲你觉得菜怎么好吃不好吃 然后菜特无理 对 咱们就先问一问 小玲小玲 你觉得使用机器人 真的可以降低成本吗 那当然了 比如一个拥有二三百技术工人的工厂 按照一个技术工人年薪五万至六万元计算 企业使用人工的成本大约在每年一千五百万元左右 这还不算额外配备的管理者等支出 这些工人的工作量完全可以通过一百台机器人来完成 这部分购买成本大约在五千万元左右 且为一次投入 机器人只需定期保养维护即可 通常情况下 企业使用三年左右就能收回前期投入成本 机器人的使用寿命可达十到二十年 所以节约成本险而易见 实际上现在还有一种机器人 干脆连外形都没有 它是纯粹虚迷 虚无缥缈的 于冥冥之中 就为你的人生指明了一条道路 你说的跟那算命的事 对啊 它绝对可以帮你算你的前途 我们往下看 随着汽车的保有量猛增 现在的人们开车越来越离不开汽车导航 在地图上输入目的地 导航软件就可以规划线路 根据语音提示 带你去任何地方 如今有一款由台湾知名艺人林志玲亲自上阵 录制的歌秀化语音导航系统就挺受欢迎 女神标志性的娃娃音 让很多男粉丝追捧 然而导航系统里 共有各种可能的路况信息 共计3000条左右 志玲姐姐配音 要念多少词和句子 会不会累坏了大家心中的女神呢 为了探究志玲板语音导航的制作秘密 记者来到了他的制作公司 有中国生骨之称的科大训飞产业基地 科大训飞研究院 这里是语音软件的研发地 江源是语音合成组研究组组长 更是个性化语音导航的主要设计人员 他向我们介绍的几种个性化语音合成 欢迎收看训飞新闻联播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今天一群专家领导 地零科大训飞语音产业基地 参观训飞智能语音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最新进展 在科大训飞 康辉和刘英老师 因为他们是天天都在新闻联播里出镜 我们收集了很多年的新闻联播数据 通过一些技术手段 将它们做成各自的 大概数小时的一个语音数据 在这种技术上 就可以通过那个中文化的流程手段 来做成这样的语音合成系统 通过海量信息 找到每种声音的特点 以及构成方式 就能够博报任何文字 善田方的评书 也可以被制作出来 刚才展示的 是稳稳到个性化语音的转换 还有另一种通过语音数据 分析声音特点 加以模仿的转换 一群非洲的牧师 正在大草原上 搜寻他们的猎物 欢迎收看到这个世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看到 一群非洲的牧师 正在大草原上 搜寻他们的利用 这样赵忠祥老师 也能够唱歌了 林志玲的语音导航 也是这么制作出来的吗 这些文本都可以用林志玲的语气 声音读出来 大家来听一下 大家好 我是林志玲 欢迎大家参观去 一群非语音大厦 今天是2015年 同时 现在的语音系统 还有很多明星的版本 那么林志玲录制语音导航 共录了多长时间呢 好 现在问题出来了 要实现林志玲版语音导航 它需要花多长时间来录音 A 一周 B 一天 C 两个小时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您也可以拿起您的手机 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参与到我们这道题的讨论当中 我有答案了 我选C C 两个小时 对 可能连两个小时都需要不聊 但你看 它刚才模仿赵忠祥的声音 只用了一小会儿 对 所以其实它应该是没有录到那么多的东西 它只是捕捉了它声纹的特点 所以完全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应该两个小时就够用了 我觉得 如果是传统的话 我们可能会讲 它要录左转右转 前方路口直行 还有300米 200米 500米 100米 到达您的目的地 对 你要放下这些观念词也不多 录的话也很快 应该 但是它这道系统的方式 跟过去我们那个方式 完全不需要 比如到机场去 它其实是需要播音员 比如说地铁里边 过去的方法是播音员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读 然后它把每个字采集下来 编成文本书进去 然后电脑把这些字拼在一起 然后把它读出来 所以你就会发现 前往广州的旅客 请注意 它是这样的 但是它现在是完全模仿了 这是真的人发音 所以我觉得可能 那么多钱请一次林志明 俩钟头有点少吧 怎么也得一天吧 一天 你选B 一天 对啊 小G选C 两个小时 对 那么电视机前的您选择的到底是什么答案呢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 一周一天 还是两个小时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 一周一天 还是两个小时 情况下看 研究人员录制语音音库 根据特定语境的需求 进行语音组合语调搭配 通过技术手段 合成语音输出 有了这项技术 林志明只用了两个小时 就完成了所有录制 原来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东西挺可怕的 嗯 是 非常可怕 你想 如果有一天你接一电话 我们说现在有那种诈骗犯之类的 给你发短信 告诉你是什么什么 他真的如果模仿你父亲 模仿你的孩子 模仿你的爱人 模仿你的领导 对 而且 现在像我们说 就有可能会很恐怖的发生的事情 在过去 其实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当中 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但是慢慢的都被我们规避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 甭管咱们是替古人担忧 替现代的人担忧 还是替未来的人担忧 现在我最担忧 因为我答错了 我们再听一听机器人自己怎么说 好啊 机器人会模仿我的声音 给别人打电话吗 或许 那个机器人只是想帮你相亲吗 不过 你说的这个情况 确实存在安全隐患 以后除了机器人三病率 我再加一条 不许学主人说话 机器人不仅声音可以一甲乱针 而且外形也可以做的 和有些东西完全一样 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看看这个问题会是什么 今天公园里来了几名研究人员 他们打算在这里的湖面 进行机器鱼的水浴测试 要让机器鱼能在湖中畅游 首先要往机器中打气 如果不漏气 就说明静能良好 研究人员为它蒙上外衣 一条靠胸起来游动的鱼 就非常像了 通过遥控器来控制机器鱼 两翼粘动正常 看来它可以下水 这是一条模仿海洋中的浮粪 而设计的仿生机器鱼 经过多年研究 今天机器鱼第一次离开实验室 来到自然水域测试它的流动性能 对于研究人员来说 却有些忐忑 因为他们不知道 机器鱼能不能够适应自然界的水流 这一对今后的研究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 湖中的仿生机器鱼也引来了不少游客围观 那么仿生机器鱼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在北京某高校的一间地下实验室里 机器人研究所的蔡老师 正在带着他的机器人团队测试仿生机器鱼的两种推动性能 要真正模拟海洋中凶奇游动的鱼 凶奇摆动的幅度和方向至关重要 这决定鱼的前进速度 在上下浮动的基础上 还要实现前后波浪运动 排除水流阻力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此研究人员设想了很多种的可能性 它的特点就是说 相比那种比如说传统的螺旋氧推进的话 它噪声更小 然后对水的扰动更小 而且它本身的那个 像这种鱼 它比那种尾锡推进的鱼的话 它灵活性不比那种差 而且它承载能力比较强 作为仿生鱼 可以呈现出多种各样的形态 还有这种靠尾锡游动的仿生机器鱼 它的样子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鱼 往生机器鱼是水下应用的一个平台 搭载不同的传感器 例如水下声纳或水下摄像头等设备 就能够实现不同的功能 可以进行水下探测 水质监测等科学活动 它们现在研究的这条机器鱼 还只是小型样机 未来它们还要做几米长的仿生机器鱼 这样 机器鱼就能够搭载更多的设备 看似其貌不扬的机器鱼 它的本领还真不小 那么仿生机器鱼的速度究竟怎么样呢 现在就来一场速度的比拼 这是一个50米长的标准泳池 游泳馆的工作人员和仿生机器鱼同时出发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机器鱼有50米的时间里 人能有多少米呢 机器鱼有50米的时间里 人能游多少米呢 150 为什么呀 我看了刚才那一点镜头 你一看那机器鱼 机器鱼都不一定能游到50米 估计就堅持不住了 就歇了 来 小鸡你选择一下 我觉得它刚刚人游太快了 我觉得150米吧 那么现在两位在最后确认一下 都是选C150米对吗 150米 好 那么正确答案到底是多少呢 接着往下看 仿生机器鱼的平均速度 大约每秒30厘米 游泳馆工作人员游挖泳慢速前进 也很快超过了机器鱼 最终机器鱼有50米的单程距离 人却游了三趟 二者几乎同时到达终点 也就是150米 既然机器鱼的速度不及人快 那么它的优势在哪呢 行不行 这你鱼游得还得我快了 慢吗 我们那个机器鱼的速度 不是那个重点不是在速度上 它是在那个机动性上 那你这现在还能干嘛呢 它水下侦测啊 它前面有那个就是摄像头 可以就关卡到水里边的情况 它因为既然要长得像别的 无非是就是所谓采用这种 跟周围环境打成一片 让你无从分辨 那无从分辨隐蔽性好 为什么呢 肯定就是要从事情报搜集嘛 对吧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再请小玲回答一下 小玲小玲复活吧 在呢 小玲世界上的仿生机器人有哪些 仿生机器人有很多 比如袋鼠机器人 乌龟机器人 大象机器人 机器蛇 机器鸟 机器鲨鱼 我觉得小玲也应该算一个 好 通过四期节目的比拼 这个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呢 他们各获得了两场的胜利 因此说你们都赢得了最终的奖励 奖励呢就是可以带小玲回家 好像我手吗 这真的吗 你别骗我 真的是这样 你们可以带小玲回家 小玲小玲 我听着呢 你愿意跟着他们两个一起回他们的家吗 非常愿意 我的好多本领还没来得及向大家展示呢 我天生就是为人们服务的 不过 记得给我准备好插线板 还要还吗 对 在24小时之后 你们要把它完整的归还 那就不见得了 因为我从小到大 凡事到我手里的问题都没完整过 好的朋友们 感谢我们大家都能够收看今天的 走进科学机器人总动员 咱们下期再见